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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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原来就是爱情 小欢称呼的像假装遇见你 温柔不舍淡气心天如意美若 花季 是的我偷偷卷入爱情 藏满了眼底依然很牵挂你 就用今生苦恋恋恋就你迷远的家父亲 你温柔爱情如世如梦如风景 如人间无双地久天长恨东西 群片不过独立 是潇洒生有心一花落心 你温柔心情又坚又难又放晴 天下的快乐像你念你摘星星 别生死谁热情 你约了我请今天要同心 有一个姑娘嘻嘻闹的不一样 给一个微笑长街实力皆分放 时间怎能赴一对天下无双 江湖不再好玩不想冲荡 有一个姑娘贪恋春风的模样 像落下花瓣邂逅流水盼天长 爱情住着的地方开门见山 有一个人好喜欢 你温柔爱情如世如梦如风景 如人间无双地久天长恨东西 群片不过桶林 是潇洒生有心一花落心 你温柔心情又假又闹又放晴 天下的快乐像你念你摘星星 你温柔相思谁热情 你温柔我请今天要同心 你温柔我请今天要同心 骂了两天两夜 胆小鬼终于赶来见我了 小豆子 小 小补卦 你怎么来了 听说你被关进到东宫 我还是担心 所以赶紧过来救你了 救我 什么意思 难道小师父他知道了 太子正是知道了你的身份 所以才将你关了起来 那他说什么吗 他 他什么都没说 我不知道他现在是怎么想的 更不知道他会如何处置你 他知道了就知道了 反正该面对的总归什么面对 你若点头 我一定会想尽办法 带你出宫去 我不走 他要真是要抓我 我就算出宫了 他也会把我抓回来的 出宫自有出宫的危险啊 但若是你留在宫中 定有姓名之佑 太子他这个人 向来以大驱为重啊 他要杀就杀嘛 我不相信他真的能杀我 这可能就是 我骂了他两天两夜 他赌气不想来见我 反正 他说过 就算砍他自己的头 也不愿意伤害我 太子都已经把你关起来了 你还这么信任他 我这般保护你 你却说是无睹 你这么固执可曾想过后果 你若留在宫中 不但自己姓名不保 还会祸及太子 甚至整个集系 都因你而毁灭 这个结果 是你愿意看到的吗 我哪有那么大本事啊 你见过小师傅身段没 他一掌就能把我打傻了 而且我那么讨厌念书 我竟然重温馆我都灭不了 我还灭国呢 再说了 我从来没有想过害任何人 更不可能伤害小师傅 你说会不会是 你哪天做噩梦 然后醒来之后 就把罪名夹在我头上了 太子还在年少时 我便预测出了这个结果 那个时候 根本就未曾见过你啊 小豆子 你相信我 只要我们俩 能够远离这场纷争 我这一辈子 一定会守护好你的 不管你说什么 反正我都不会走的 你让他来见我 你宁可跟太子一同毁灭 也不愿意跟我走是吗 你让他来见我 你可想好了 那 这个预言若是真的实现 不是你们两个人能顶得住的 你我相识一场 没想到 没想到 原来我只是局外人 你们命中主殿 本就不该在一起 就别怪我拆散你们 来 太子殿下 千岁千岁千千岁 众爱卿平身 让开 百公子 百公子 殿下正在上朝呢 我看谁敢拦我 万一你来这儿干吗 我来 就是想告诉大家 灭国预言中的声东公主 我已经找到了 什么事啊 白夜你是疯了吗 省东公主找到了 她是谁 人在何处 她就是丞相之女 梅玉膳 白夜 怎么会这样 什么事啊 信口雌黄 讨你个白夜小儿 太子殿下 梅玉膳 乃我梅长径的亲生骨肉 怎么就成声东公主了 老臣 恳请太子殿下 将其逐出大殿 死梅玉膳 非彼梅玉膳 当初因为月灵珠 梅玉膳 和声东公主身体互换 现在你们看到的梅玉膳 其实就是声东公主 而丞相 您的亲生女儿 已经变成了她身边的婢女了 这 这不可能 这可真的应该有这么可疼的心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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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是 是 你在最不该出现的场合 说了最不该说的话 你是想得到什么 还是想公然与本王作对 你 臣 只是想保护太子殿下 保护极西万民 你是想保护本王 还是因为爱儿不得心生度议 太子妃是怎么样的人 你比他们都清楚 本王 并不相信她会害我 也更不相信她能灭国 好 那我就告诉你 我亲眼看到 太子 死在了她的手上 你们说 为了杀太子 来崇文馆卧底吧 对吧 不可能吧 连我都打不过 她怎么可能会杀太子呢 这太子呀 就是啊 关在东方 谁也不见啊 我也好久没看到太子了 我也是 这姑娘平时是少了点规矩 可看着人出无害啊 你说她要杀太子 我可不太信 不过我说这白亿跟她无冤无仇 不至于去编个理由 是啊 去陷害她呀 八爹 你怎么看 你们都过来 过来 帮我研究研究 老八那智商靠谱嘛 你这画的什么呀 梅玉膳 是生东公主 她要杀太子干吗 都说了她不叫梅玉膳 奇怪怪的 她叫小豆子 都说了多少遍了 两个人身体互换了 小梅和小豆子 我知道了 小梅才是生东公主 好像不是这样的 说来说去跟梅说一样 对 不叫小梅 她叫小豆子 八爹 压根就没有小梅这个人 对啊 这么简单的逻辑都理不清楚 还来八卦呢 你太笨了 我看啊 就应该让八爹去对付生东公主 为什么啊 因为啊 你能把人给笨死 我跟你们说啊 幸亏老天有眼 这下总算有人治他了 你们还记得上次吗 他围猎一只兔子 都能眼泪巴巴的 声东派他来刺杀太子 他们国家的人是死绝了 是死绝了 我爹爹还参加了灭国之战 还立了战功呢 确实够笨的 还没上位就被拿下了 笨死了 唉 就他那点智商 还想灭国 真是笑死人了 可不是 对啊 智商不够 这武离职也不行 上一次太子交他射箭 交了半个时针 他都没有学会 他 怎么可能杀人嘛 我看呀 这次他八成是被冤枉的 那怎么办啊 王后不会要杀了他吧 虽然平时我们都看不惯他 但是这次一码归一码 这 这回小豆子麻烦可大了 大家想想办法 对啊 赶紧想办法 来 省东公主 心机身后 手段卑劣 求见殿下 万不可被擒迷惑 还请殿下 走作决断 殿下 你若再不露面 恐怕这东宫的门都要被拍破了 你也认为小豆子是妖女 奴才当然相信梅姑娘是清白的 可眼下这状况 那便不用撑起 本王若是现在出去 他们只会更加撑我 我们要见殿下 我们要见殿下 诸位大人 诸位大人 各位听我说 太子殿下今日身体不是很舒服 这会儿都已经歇下了 各位就请回吧 你算什么东西 我们要见太子 是 殿下 属下有要事要办 请求立刻出宫 你疯了 你现在要出去 他们冲进来怎么办 让他去吧 本王还怕他们不成 谢殿下 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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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个大人 把他处死 处死这个妖女 走速决断 处死她 伤了她 央女获国殃民 央女 央女 霍国殃民 心怀不归 再不处死妖女 老臣就一身驯法 处死妖女 处死她 知道她 启示兵 你可不处死她 现在 多 "'处' 处死她 处死她 你可不处死她 伤了 处死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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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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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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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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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坚持 我们要坚持 哎 怎么外面发生了什么 姑娘还是安心用膳吧 反正殿下为了姑娘有的瘦了 这发生什么令你跟我说呀 宫里都在传 你是祸国殃民的妖女 外头那些大臣 说太子要是不处死你 他们就以死殉国 这会儿 宫门都快被拍塌了 姑娘 你还是快些用膳吧 不然饿坏了 太子殿下要怪罪于我们了 我吃什么头啊 这帮集系狗官 害死我爹娘不说 现在还问我头上扣屎盆子 真是良心被狗叼到水渠里 未来蛤蟆了 不是说我灭国吗 行 我们也给你们看 就是说说我尽 Davis 他说我尽 open 要去你的 送你 你也不不够 尽并 我尽并 呢 我尽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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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爽 明姑娘 你怎么样了 疼死我了 疼死我了 好好的跟梅姑娘说这些做什么呀 奴婢不是故意的 殿下 快去看看吧 梅姑娘她 她受伤了 奴婢不骗您 梅姑娘生气砸东西 结果割伤了手 都流血了 让您好好看着 你 奴婢错了 奴婢就去给姑娘包子 还是我去吧 把药箱拿上 不用你管 你不是说 什么 此生不负相见吗 伤口不助理会流浓的 你想变成残废吗 你真觉得我会害你啊 就我这个余墨脑袋 我写个复杂的字都难 我装得像什么阴谋诡计啊 要不是你教我超书 我连灭果两个字我都不会写 我一不会骑马 二不会射箭 三不会用刀 我上个楼梯都能把自己给绊倒 我拿什么灭果啊 我用手还是用嘴啊 我噼里啪啪把他们骂死嘛 信他们你都不信我 亏我当初那么喜欢你 真是瞎了我的狗眼了 白爷说得没错 太子殿下果然是以大局为重 那我杀了算了 把我关在这里算什么 你变得不快吗 中秋燕那晚你说了些什么 你忘了吗 你同样也是以大局为重啊 崇文馆的那些日子 是我此生最愉快的时光 自从遇见你开始 你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我的心 你笑我为你开心 你哭我替你难过 你稍有不是我便心如刀割 寝食难安 所以你能明白 中秋燕那晚你对我说的那些话 对于我来讲 是什么感受吗 当我知道你就是预言中的那个人 我除了关你进东宫我还有其他的选择吗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还是相信他们呗 那你既然话都说到这儿了 你给的痛快 把我杀了吧 你急什么 你急什么 要死终究会死 但我不会给你死在这儿的机会 这帮老头都不嫌累的吗 我听着都烦了 苏苏姐 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背个屁啊 如今都这副情形了 还办啥离非大典 那 就是 那也得准备啊 让开 让开 放肆 快 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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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宫的门你都敢闯 殿下 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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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才陪 你全家都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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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陪死你 配合一下 我是来拿人的 拿人的 放肆 东宫岂是你们想搜就搜的地方 都不要命了是吗 妖 妖 妖 本王就是在要挟你 我看你再敢往前多踏一步 抓妖女 对 妖女 妖妖女害人哪 东宫有妖女 那照你的意思 本王就是妖王了 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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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就滚 没御膳 给我搜 我看谁敢 你 你真是活腻了是吧 是皇后娘娘到 皇后娘娘万福心安 是本宫让她来抓人的 还不快把妖女带出来 是本宫让她来抓人的 还不快把妖女带出来 难不再抓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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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衬山射几境 啊 太厉害她的 太厉害了 靠近的国家有救了 太厉害了 再厉害了 再厉害了 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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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胆妖女 你怀揣诡计 故意接近太子 是不是为了实现 灭国预言 我要灭国早就灭了 轮到你开口吗 把这些胡编乱造的罪过 安在我头上 你算什么英雄好汉 还不认罪是吧 给我长嘴 打得好啊 这种罪有名德 才是 才是 我有什么罪啊 我错就错在 不该进这个宫门 看到了你们这些个嘴脸 让我恶心 你到底认还是不认 本宫要杀你 就是一眨眼的事 你要杀就杀呀 你磨磨叽叽干什么呀 是不是怕杀错人遭天谴哪 放肆 此时此刻 还有胆子跟本宫顶嘴 出死妖女 出死妖女 让开 出死妖女 让开 你出死妖女 你们 你们 都退下 娘娘 娘娘 太子今日必须当众刺死妖女 臣等才能安心哪 妖女入宫以来 张扬跋扈 臭名远扬 却深得太子宠爱 臣等担心太子殿下 被妖女蛊惑 是非难分 心慈手软骨 集体请愿 为了我吉西江山社稷 废太子之位 立八王爷为新太子 建月的话便不必再说了 太子深明大义 极恶如仇 别说 杀一个妖女 就是 杀一百个一千个 又有何不可 妖女和江山 她当然知道孰轻孰重 母后说得没错 女人跟江山 但我当然知道孰轻孰重 八王爷品行端正 却过于善良率真 可如今极惜贪腐盛行 奸臣当道 若是将太子之位交于他 便是戏弄朝堂 视为不仁 对万民不负责任 视为不义 我难够要从小就听父皇讲述为君之法 听太父教授治国之道 这种不仁不义的事情 我万万做不到 说得好 若是你父皇亲耳听到这番话 定是无比的欣慰 皇后娘娘 皇后娘娘 皇后娘娘英明 看在老臣多年以来 效忠朝廷的份上 您就饶了她一命吧 这 这毕竟是小女的身体呀 皇后娘娘 放肆 敢为妖女求情 给我拖出去 皇后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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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了她吧皇后娘娘 皇后娘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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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是你 李承 公主太子 太子妃 百年好和 百年情色 教天成 共赴白头 通膛啊 太子很糊涂啊 这成何其同啊 你可做如此鲁莽之事啊 我说过了 就算我砍掉我自己的刀 也永远永远不会伤害你 退位 退位 我命由我不用天 立妃一世绝不更改 江山和爱人 本王都要 给我把这个妖女关起来 帮我冲去 你们这些个人凭什么关我 我一枚杀二枚抢的 不就太后那个老妖婆 手底下那几个太监吗 你有本事出来给我单挑啊 别喊了 别喊了 你们这些走婚 整个皇宫都听到你的喊声了 赶紧吃个馒头把嘴堵上 还有没有馒头 再会儿拿点水 骂得我都口渴了我都 又不是明天就看你的头 生怕吃不到了吗 我吃饱了还要有力气 继续骂你们 好好好 我给你拿 再管两天 大狱都被吃垮了 他莫不是 用这种方法灭国吧 走走 快走 在这儿呢 怎么 来看我笑话了 我告诉你们 本姑娘可刚续上力 正愁没人骂呢 你看 咱大吉西的牢犯 还真是养人呀 你看她不仅没瘦 还胖了一大圈 我胖了怎么了 我行得正站得稳 哪 哪像你啊 这风一吹就飘了 双样样牵着你 我还以为牵了一个大风筝呢 你 你看她嘴皮子这么绿 看来呀 也没吃什么苦头嘛 你们几个看我笑话就算了 怎么还把大家一起叫过来了 猜对了 我们讨课出来呀 就是为了看你笑话 可不是嘛 你呀 可得站稳了 让大伙都瞧瞧 你这两只眼睛一张嘴 跟我们有什么区别 哪里想要你了 她们逗你呢 我们大家都是来看望你的 姑娘这智商啊 跟我八弟倒是挺配的 回头做不了太子妃 做个八王妃 也是挺不错的嘛 说谁呢 这个玫瑰凝露 是给你擦脸用的 牢里空气不好老得快 谢谢 我可不是心疼你啊 我是怕太子妃又老又丑 丢我们崇文馆的脸 这是给你带的臭豆腐 快拿着呀 处死人了 谢谢 我本来想教你几招 教训玉族的功夫 可是这儿实在是太窄了 不施长不开 没事 我心领了 八弟 你带什么了 我 我带了疑问 什么疑问 什么疑问 你到底是小豆子还是小梅啊 各位 祖子们呢 咱们得小点声 咱们这是来偷偷探监的 又不是娱乐活动 对对对 我们赶紧走吧 不然被人发现就完蛋了 走走走 不是不是 你们现在就走了呀 你要好好保重啊 我们找时间再来看你 对 快走走 快见 走吧走吧 快走走 快走 让你受苦了 我想你了 我好想你 我也是 日日夜夜都在想你 在东宫关了这么久 你也不来见我 这好不容易来一次 你说话还那么无情无语 今天在大殿上 我以为你真的要杀了我 心都碎成渣渣了 是我不好 以后再也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了 那 你在大殿上说的话 还算数吗 什么话来着 爱成亲啊 你不记得算了 肯定做出了 傻瓜 但是 我担心 那个预言 你不担心吗 还没发生的事情 便不必忧虑 等我先解决完眼前的事情再说 好 那你现在相信 我不会伤害你了吧 当然了 昨天那帮大臣来东宫闹事的时候 东西请辞出宫 去查了你和你三个爹爹的背景 他确定 你并不知道自己的身份 是你派东西去查的 当然不是 但是 就算他不查 我也相信你 而且 从没怀疑过 我现在浑身都是劲 我刚才吃了八个馒头 不觉了我现在 还能和那妖魔鬼怪大战三百回合 都什么时候了 翻脸还这么好 放心吧 用不着你出面 你就乖乖地让我保护你就好 你 对了 如今宫里形势混乱 我想尽快安排你出宫避避风头 等我处理好一切 再接你回来 我如今 还能出宫 我会暗中安排 减若宫中防守 带你顺利出宫 事不宜迟 一切安排妥当 你明晚就可以离开 我不能在这儿待太久 空隐人怀疑 那 那你赶紧走吧 你 你衣服脏了 没有 我看错了 衣服没弄好 好了 你走吧 舍不得了 你没走啊 乖乖的 等我处理好了一切 就回来接你 想我的时候 就看看月亮 是你回眸的轻红 定格尘世的微风 无论我们身在何处 看到的都是同一个月亮 恰过情话 难歇 与你宿命的相逢 冥冥中陪你奔赴这一程 想猜拖 想猜拖一些 多一些 还猜更正确更正切 是你回眸的轻红 定格尘世的微风 你情声 叫醒我委婉的梦 恰过情话 难歇 与你宿命的相逢 冥冥中陪你奔赴这一程 想猜拖一些 多一些 爱才更正确更真切 你我各自一半 走成年年月月 陪伴着我看遍世界 同行在繁华的长街 欣赏你温暖 必问出倾斜 我们都是彼此甜言 人生而赴得更真言 那艰难分若是缘 就让我再盼一别 我们都是 灭无悔的人 缺心甘情愿 勇敢的登场 莫问去何方 通往 不访 Mail 搞定 可真情愿 不是闻想抗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